发动机变速箱算是车子的核心部件 我们也知道要定期保养 其实轮胎也算是核心部件的 它是车子唯一和地面接触的地方 也要定期检查和更换的 今天就来聊聊怎么检查 怎么判断它到底要不要换 自己心里有数不容易被别人坑钱 首先第一个是轮胎的年份 这看起来也比较容易 轮胎侧面你看有个椭圆形的圈 里面有四位数字的 这个就是生产日期了 前两位是周数后两位是年份 你比如说3021 这意思就是2021年第30周生产的轮胎 那大概就是7月底左右 那一般来说从轮胎生产日期算起 超过6年的话就比较建议换掉了 那么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它有个建议 无论轮胎磨损情况如何 超过6年就建议更换 超过10年的轮胎是不能用的 因为轮胎它是橡胶做的 橡胶制品 时间长了 内部结构它真的会老化的 和牛皮筋有点像的 你放了5、6年 表面看起来它还是牛皮筋 它们也没融化 你用手一拉直接断掉 那我们肯定也不想轮胎开着开着 它断开来或者复印出去 所以说如果看到轮胎日期是 2016年2015年生产的 今年不是2022年了 差不多就67年了 朋友你换一个 不要心疼这个钱 第二个要检查的 就是轮胎的磨损情况 如果快磨平了也是要换的 这好理解 轮胎花门深浅 它会影响抓地力的 尤其是下雨天 董斌等人在期刊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交通科学与共产版上 发了评论文 基于Fluent软件的 雨天潮湿路面滑水现象研究里面 他做了个模拟分析 当轮胎花门深度大于水墨厚度时 不容易出现滑水现象 但是花门深度小于 或等于水墨厚度时 轮胎花门就不能完全将积水排出去 轮胎的前端会产生 洞水压强发生滑水现象 你就把它想象成 你在河边拿了个石头 在水面上一扔 它这个石头不是像打水漂样 还弹两下 不是马上掉到水里面去的吗 就那个玩意儿 轮胎浮在水面上了 抓不住地了 所以说如果轮胎花门快磨光了 下雨天不仅是杀不住那么简单 碰到路面积水稍微多一点的 有可能打滑打转 你想象一下 一块湿的肥皂 你扔在浴缸里的时候的那个样子 你根本无能为力 打方向没有用的 那么具体磨损状况 我们可以通过磨损标志来判断的 纵向一条一条的花门里面 凸起的就是磨损标志了 GB97432015 轿车轮胎上面 它是有要求的 至少有4个1.6毫米的胎面 磨耗标志 这1.6毫米差不多就是 一块钱硬币的厚度 这个花门其实已经是比较浅了 所以说一般轮胎 厂家出于安全考虑 会让我们早点换的 你比如说马牌官网建议 夏季轮胎花门深度小于3毫米 冬季轮胎小于4毫米 你差不多就可以换了 当然他们除了为了安全之外 他有可能多换几个轮胎 他认为他能多赚钱 我下次不一定买你这个牌子了 那第三个要检查的呢 是轮胎的侧面有没有骨包破损 因为从结构上来说 轮胎侧面是相对比较薄弱的位置 刘晓英等人呢 在期刊《橡胶工艺》上面发了篇论文 方轮线位在植物线轮胎中的应用账品 他这么讲 这帘布层呢 是用来保证轮胎强度 承受载荷 以及保持轮胎稳定性的 就有点像我们的身体 它是有个骨架的 这轮胎的这个胎罐呢 也就是轮胎和地面接触的那个部位呢 在帘布层外侧还有带树层 尼龙灌带层等等这种材料包裹在一起的 那么轮胎的侧面边上 就没有那么多结构了 相对于就比较薄弱 所以说一旦侧面受损 就会比较危险了 你正面碰一下 手还能挡一下 你边上的腰子和肋插了个刀 那可是成语了 对不对 比较危险 侧面受损 就容易骨包 其实呢 就是侧面来的这个外力冲击进来了 两肋插了刀 你的这个肋骨被插到了 这个连线它断裂开来了 那你边上就会鼓起来了 仅有的连线都断掉了 那么暴胎的风险系数就高了 那欧阳长青在期刊 《中国司法鉴定》上发了一篇论文 交通事故中轮胎爆破痕迹的检验与应用里面 他分析了一些常见的暴胎事故 发现暴胎破口 这些部位大多数都在胎肩胎侧 这些薄弱的位置 所以说各位朋友 如果发现轮胎侧面受损了 建议马上去店里处理 如果人家说你要换个新的 你换吧 这个什么都可以重来 自己不能重来 那么前面说的这三种情况 理论上来说都是推荐尽快换胎了 但评论区也有朋友说 我这自己轮胎用了七八年还能开 满满好来动了 没有什么影响 这是怎么回事情 这样的 轮胎不是说超过了六年 六年零一天立刻爆胎 原地爆炸 这个轮胎老化 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就好比你买一瓶鲜牛奶保置期七天 也不是说第七天过了24点零点 过了一个秒钟 你喝下去立马拉肚子 有的时候第八天也能喝 有时候第九天开始拉肚子 有的这批牛奶是第十一天开始拉肚子的 只是一过七天 你拉肚子的风险 作然上升 牛奶吃坏了顶多拉肚子了 轮胎你一换路上 有时候也不需要去医院的 吉林大学高原委有篇硕士论文 驾驶员干预下的 爆胎动力学建模及仿真分析里面 它有个数据的 国内高速公路 70%的交通意外事故 是由汽车爆胎引起的 并且由于驾驶员对爆胎 没有准备和经验 很容易发生策划 衰尾翻车的情况 所以说 即使轮胎用了七八年 也确实没有出什么问题 还是建议尽快去换下 和我们的安全相比 轮胎的价格它就不算钱 不少车子的四条轮胎换下来 其实它还没有一年 车子保险费贵 不要心疼 那还有些朋友要说了 你刚刚说的是开高速了 时速120 那确实很危险了 我平时就市区该开的 走走停停堵车要死 也就和二轮电动车速度差不多 我用七八年 总不要紧了吧 其实也不是太建议 因为老轮胎 它不仅会有安全风险 它性能也会下降的比较厉害的 国家橡胶轮胎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张又文等人 在期刊《橡胶工艺》上发了评论文 老化对轮胎及轮胎材料 性能的影响里面 它有个测试的 它模拟老化五年的轮胎 内部的粘合强度 也下降超过50% 这轮胎侧面的拉伸强度 也下降了20%到30% 数据什么也不用记得 反正就是老化的轮胎 有可能花纹你看着挺深的 但是性能已经不太行了 刹车距离来说好了 陈又元在期刊 《科技与畅新》上面发了一篇论文 试论轮胎性能 对汽车自动性的影响里面讲到 这老化后的轮胎 由于轮胎材料性能下降 会延长3米以上的刹车距离 实际开车的时候 可能就是红绿灯停车 有点刹不住了 越线了 下雨天有点危险 原本的刹猪的 追尾了 你不要小看3米 有些车子短一点的 它一台车的距离也就是3米 我们长一点的不就4米5米吗 基本上是大半个车身了 所以说这个和我们上不上高速 不太冲突 即使市区开 也一样建议换 并且老轮胎对油耗 有可能也有负面影响 好总结一下 轮胎如果有年限过长 磨损过度 侧面有破损 鼓包这些情况 换不要形成钱 超出年限没有换的朋友 也不要有侥幸心理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你可以赢人家很多次的 人家只要赢我们一次 我们就很麻烦 安全上面的事情 我们还是不要太大意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